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今天首先要用的铅笔是HB或者2B的铅笔 我们平常写字用的铅笔就可以 我们会 塞尔老师录的有一个就专门讲画画的材料 我们素描的铅笔会有数字在后面 这个4B说明它是一个软铅笔 那这个都是国际标准的 对铅笔的一个命名 但是我们今天画这个小猫 我们不需要它太硬和太软 我们就要是写字用的铅笔就可以 我画了一个框在我的画面上 大家会看到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我希望这个画面更干净 看起来更整齐更organize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画本 经常会有同学过来翻看 那我要留一个鞭 它就可以不会摸到我的画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画展 或者看到别人的画 也都会注意到 尽量不要碰到别人的画面上 因为画面会有一定的损坏 所以我把它弄了一个鞭 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画的话 这个鞭不是必须有的 你如果想要可以画一个 不想要的话也没关系 那么我在画今天这个小猫的时候呢 我先画一个稍微往右侧斜一点的 这样一个长方形 大概是这么样 画在画面的中间的位置 画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长方形变成一个圆 圆 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角擦掉 好 好 现在呢 这小猫的头的形状就画出来了啊 好 然后呢 我把它在它的头上啊 也加上一个耳朵 画的时候呢 像三角形一样 但是让它稍微有一点点曲度 在这个位置呢 给它加上一个角 感觉它是一个翘起来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在这边啊 再画 耳朵 好 在脸的中间呢 画一个 轻轻的画一个十字啊 因为这是一个辅助线 帮我们找到它脸上 眼睛鼻子的位置 好 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这个板部画一个曲线 像这样 好 然后呢 上面呢 给它加一个三角 好 然后从三角的这个位置啊 注意啊 一定要画在这个纸线上 上面画一半下面画一半 让它往下一点啊 在这个中间呢 画一个圆 这个画出来的是猫的眼睛 左边也是一样 好 把它眼睛给画好 好 让它的眼尾呢 稍微往下一点啊 猫咪的眼睛画好之后 在里面画一个同心圆啊 同心圆就是它的圆心 在同一个位置 也就是把比外面的眼睛 画小一圈一个circle 然后在这个边边的位置 给它留一个highlight 这边也是 边上留一个highlight 好 当然一会眼睛我们还会再继续画啊 好 到了这个地方呢 它们小鼻子这个位置 我们把中间这儿先擦掉啊 好 它从这儿往下呢 要沿下来 从眼角往下画一个小小的直线 这个也是辅助线啊 可以稍微的宽一点 到这个鼻子的这个位置 鼻子和眼睛的距离呢 它比较接近啊 在这个尖尖的上面 就最 鼻子最尖 不要超过这条线 然后呢 上面呢 给它画成一个斜的 像一个小m一样啊 扁的 然后呢 中间线 我刚才不小心擦了哈 把它沿下来 中间线在这个位置 给它连上去 好 然后左边右边 卡掉一点点啊 是它的小鼻孔 好 小嘴巴 左边右边分开一点 然后呢 圆过来 然后它的小下巴 好 然后呢 眼睛里面让它有深浅 不一样的地方啊 可以先给它画一下 一会儿我们要用 啊 sketch的方法 让它这个眼睛看起来 闪闪发光啊 先把它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先画出来 好 然后把辅助线擦掉 这边上的 好 这两边是这个小猫 chop fits啊 好 下面这点不要了 画好了之后呢 从这个猫的侧面 这个地方往下 从脸往下 画一个三角 像是它 带了一个领巾一样 其实是它胸口的这个毛 然后呢 从它的身体的 刚才我们画的斜过来的这个侧面 画弧线 像是它 这边也画弧线 然后呢 这是它的小脚啊 它的脚在这个位置 我们画一个曲线 连过来 然后它脚在上面 给它画一条小线 给它分开 这边还有一条线 另外一只脚 这个脚可能稍微靠后一点 上面也画一个弧线 给它画上去 这是它的另外一只脚 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画它的身体 它的身体呢 要超过它的眼睛 往后啊 它的身体是高高的 然后呢 它的身体在这儿 它的小肚子 圆圆胖胖的小肚子 然后它的腿 然后它的尾巴 好 然后它的尾巴 可以不用画太长啊 因为小猫的尾巴短 大猫的尾巴长啊 我们画 再画个小猫 然后把肚子这儿 稍微的 擦掉一点 然后我们从这儿呢 可以画 分几条线啊 一个小猫 它大概有四个脚趾头啊 给它分一下 然后呢 稍微的 让每一个都圆一点 这个也是 二三四 分好之后 每个脚圆一点 这个小脚也是 一二三 好 现在整体呢 已经把这个小猫的 样子画出来了 好 好 我们让小猫更可爱一点 然后把它眼睛前面的这点黑擦掉 嗯 不让它太深 上面的辅助线擦掉 这小猫中间的这块毛呢 我们给它留成白的 但是 现在这个是 就是位置上是这样啊 把它擦掉 一会儿要涂颜色 好 我画的时候呢 我先从眼睛开始画 我今天用的是彩色铅笔啊 画的时候呢 直接在它的眼睛这个位置 好 沿着眼睛画一圈 Oops Sorry 沿着眼睛的位置先描一个圈 画的整齐一点今天哈 并不开的 如果是彩色铅的话 我会试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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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好了之后呢 记得给它留一点 这个highlight 要给它留出来 然后呢 在眼睛里面加深 把我们刚才画的圈圈都避开 给它留一点 把眼睛先画成这个样子 我这眼睛先画一圈黑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幅画最深的地方 黑色画好之后 除了highlight以外 其他的要涂成灰 然后把上面也给它画出来 上面的灰也画出来 上面这一块是因为这个猫的眼皮会挡住它一部分啊 所以它会发灰 那同样把这中间也给它涂一点 等于它除了最深的那一块 其他的是灰的 然后下面呢让它是最浅的在这个位置啊 因为光线是斜着照过来 所以这里是非常浅的一个黄色 然后往两边呢就跟这个灰颜色有一个融合 就跟它颜色融在一起了 然后小猫的眼睛呢 它是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白眼圈在他的眼睛周围 所以围着他的这个眼睛 注意这个线条画到眼睛这个方向的时候提起来啊 头上呢是 这样 我围着这个三角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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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现在用的是水溶性的彩铅笔 我沾了一点水来画 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我决定先画完一块再熨染 彩铅笔分两种水溶性的和油溶性的 因为如果没有溶解性的话 这个彩铅画出来的颜色会发干 颜色就不是很深 我现在就给它熨染一下 因为我刚才占完水之后呢 这个彩铅就有的地方深 有的地方浅 不是很均匀 方向都是这样的方向 小猫头上这个位置 给它留出来一点也可以 顺着这个方向画 小猫的脸上 顺着它头的方向 感觉它是圆的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然后画到外面呢 给它毛绒融一下 耳朵里面呢 是斜着往上 感谢大家 画的时候 顺着这个毛生长的方向 从这个猫脸上 是从中间往外画 到它的头上也是 稍微画出去一点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这个铅笔的线稍微擦一擦了 还画同样的方法 画到边就让这个笔提起来 这个边上 毛绒绒 啊 把这个刚才的铅笔线 在画彩线之前可以擦一擦 尤其是到边缘是白毛的部分 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擦一下 还自己知道这个线在哪个位置就行了 顺着这个线再画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颜色运一运 如果同学们的这个采线是油性的采线的话呢 大家可以沾一滴食用油来画 来运它 注意控制油和水的用量啊 不管你是用油熨染还用水熨染 都要控制它的量 不要搞得太多 好 给小猫画的毛绒容易 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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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小朋友的脸运一下 耳朵里面稍微深一点 因为这里它有一个空间在里头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让它更深一点 我用的是黑色,刚才我用的是灰色画毛毛毛的时候 现在我用的是黑色 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空间感 可以这个地方稍微留出来一点白 感觉它有一些白毛露出去 现在我把小鼻子这个位置稍微擦一下 小眼睛给它画的稍微往上挑一点 这边也是 它是干紧爱整洁的 它每天花大量的时间来捣食它自己 把自己给擦的流光水滑的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 我现在给它加一个小鼻子 我先用了一个peach 给它画一下 把铅笔线都擦掉 好 这个怎么会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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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它有两个小鼻孔 稍微画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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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感觉这个小鼻子这儿不太够 但是我不想用黑色 我要找一个深棕色 来把鼻子这个位置稍微画一下 画的时候稍微仔细一点 千万别画多了 小鼻子点下来 左边右边变成个圆的 拿橡皮擦干净一点 这个部分是白的 把眼睛的这个位置稍微加深 把highlight留出来 把highlight留出一个闪闪发光的白 然后呢 在这小猫的嘴上稍微的灰色 画一点 方向上它是从上往下 上它是这样的弧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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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擦浅一点 不要太深 整体来说 它是比较嫩的一个小猫 不能是一个感觉脏脏的 这个位置 你看我把它线擦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 我要让它 它的毛是这样 往外 还在刚才那个位置 但是用灰线 轻轻的给它画 让它是 蹭蹭蹭蹭的 有翘出去的 有垂下来的 像这样 这边也是 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线呢 就用ZigZag 这种尖来给它画 旁边呢 给它画出去 一点毛 然后中间给它连上 好 然后这边也是 给它画一点点 注意边上可以画出一区小一些小小的飞出去的毛 然后所有的边 稍微的给它过渡一下 这边也是 两个小的写真 就用到一区小的水连线 一复 就用60小的水连线 再试驻 到一个小小的水连线 大家可以过渡和 几 这边 十九 脖子底下加了一点点毛 也是zigzag 好 好,画他的脚脚啊 到这个位置也是毛绒绒用ZIGZAG线画 画他的背后 这儿可以稍微的给他分开一点 因为他有可能白毛伸出来 所以这个位置可以稍微给他留出来一点 在他脸侧面 然后再给他顺着他的身体画 毛是这样的 小屁股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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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浅棕色 左边右边 给他画得差不多 然后把铅笔先擦一擦 然后拿灰颜色呢把这个嘴巴旁边画一下 小嘴巴下面都是灰一点 好 好 好 然后再拿侧面的毛 画一下 到这儿的话 往这边 从上往下 从里往外 从里往外 这样画他的毛啊 好 好 注意 挨着他身体旁边都给他留一点 感觉他是像是白毛会 就是他除了除了灰眼色的毛 他还有一层白眼色的毛 这样的感觉啊 就是长度呢 比较均匀一点 有一层 然后这旁边也是 把肚子底下 把小猫的尾巴 注意画的时候啊 让把这个线的底下 藏在这个里头 然后外面 给他画出来 让他的尾巴毛绒绒 然后里头呢 再拿毛绒绒的线给他画上 转发出来 好 黄 的 线 一个 线 短短线来画 然后在眼角的这个位置稍微的啊 稍微的用灰颜色给它加深一点点 眼角这个位置 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画一只可爱的小猫 描下靠着小猫 描下的小猫咪 后果是什么 钱 油游黄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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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了之后把这旁边擦一点 还是跟刚才脸侧面一样 留一点点距离 再画后面的 我现在拿水直接在我这个上面 运染一下 边的是地方 我基本上先不动 然后呢 用尖尖的毛笔 把这个边也运一下 后面让它不要有那么多明显的笔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离脸远一点 我们要想让它有空间感 我们就要减弱后面的存在感 就感觉看不太清楚 不要有很多细节在后面 这样才能够感觉它有远近关系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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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把线条都处理一下 没有一条线的 都让毛茸茸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仔细的把它画一下 感谢观看 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外面要给它画一个 毛咪在哪儿在干嘛 我感觉我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空 我画的时候这个猫咪就是这么大 是个正方形的构图 现在这边稍微有点空 那我要把这边给它加一个什么 当然我可以在这儿再画一个小猫咪 感觉在它的后面 这样的话就比较完整了 感觉有两个小猫咪在这个画面里 或者呢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加上一点什么 比如说我要衬衬 比如说我要衬托这个小猫咪的毛 是是这样的哈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给它 给它加上一圈 好 我先画它 这边有一点点毛绒绒在它旁边 围着它画一圈 然后把外面呢 因为里面它们是要有毛的那种感觉 外面就不必了啊 外面可以直接给它涂成灰 然后这个毛还可以连一点到它的头上啊 感觉它更毛绒绒一点 然后旁边呢 可以给它画 比方说它是趴在一个毯子上或者垫子上啊 然后我们在侧面的给它画上 来衬托一下这个小猫的毛啊 再来衬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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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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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它的毛啊 靠近脚的地方短一点 它还可以给它画上一个小猫比较喜欢玩的啊 比如说画一个球 这个是填补构图的作用啊 好画球的时候呢 我给它跟眼睛的光线保持一致 从左侧来光 然后这边不要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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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给它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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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再把它这个小猫身上的毛再夹伸一层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画zigzag在它的尾巴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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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画这个球 球有影子 小猫咪也有影子 然后用黑颜色画小猫咪肚皮底下的这个地方 还有它的影子 在脚下面的影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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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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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